下面我们来关注微整形 危险的微 零基础 培训五天就能速成微整形医生 您相信吗 近几年随着微整形的火热 各种微整形培训班也是悄然出现 近日我们的记者就对一家名为 德力的美容培训机构进行了暗访 一起来看一下 交了三千元定金后 记者来到了一家酒店进行培训 当记者表示自己没有一点医学知识时 工作人员表示 这不是问题 来学的都是没有技术的 先从一些安全简单的先开始先做 打打瘦脸 蠢重 风下巴 风蠢 这些都没有 这家培训机构打出来的广告很响亮 来授课的老师 自称是著名的微整形专家 来这里培训的学员并不少 学费也价格不菲 每人收费八千八百元 共计五天的课程 这一期参加培训的学员 共有五十多人 这样算下来 培训费就有四十多万元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三到四期 之前在上海 成都 北京都开过学习班 第二天上午 培训准时开始 这位老师在讲课过程中不断强调 做微整形必须要在顾客面前体现出专业性 而除此之外做生意怎么定价老师也给支了招 没有医学基础也能打针瘦敛风唇 感觉分分钟就能当医生 底线荡然无存 这五天的课还没有结束 所谓的名师在现场就开始带着学员进行实际操作了 而接下来的这一幕一幕都让人触目惊心 课程讲完 这位老师还现场给学员们演示起了注射绒之针 注射对象是两名学员 在给学员研究简单擦拭后 一位学员用手摸了一下颈部 然而这位老师并没有重新消毒 记者看到两位学员的颈部和脸部分别被禁针五次 学员被扎针的部位都出现了血点 记者注意到 这个会议室没有紫外线灯进行消毒 也没有进行室内空气消毒 甚至连吸氧设备以及抢救设备都没有 在这里注射毫无安全性可言 实际操练课被老师安排在了晚上 学员们被分成了六个小组 两两搭配 互相在脸上画标记并进行打针 紧接着还要在眼角练习注射 很多学员在戴好手套后 还会拿药品或者别的物品 被污染了的手套并没有更换 就又给学员直接打针 培训老师在旁边也是视而不见 有的学员还干脆脱了一次性手套 不进行消毒就练习注射 对于面部血管和神经 老师只是简单地提醒 不久前浙江里水联都区警方 抓获了德利美容培训机构的负责人 我们看画面当中的这个男子周某 是德利的三个合伙人之一 主要负责微整形培训课程 广告中宣传 他是国内著名面部微雕大师 毕业于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 上海医科大学的教授 副主任医师等等 实际上的周某的这些所谓的光环 都是虚构出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谋取暴利 周某利用五年的时间 培训了5000人左右 非法谋利达到4000多万 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学员 还仅仅是得利谋利的方式之一 向学员兜售微整形药品 也是他们重要的获利手段 德利在微信上卖给学员的这些微整形药品 有玻尿酸 肉毒素 水光针等等 还有些是来自国外的走私进口药品 像这些包装 其实上它根本没有进口的批纹 有些是走私进来 有些可能就是地下作坊生产的 消费者使用这些产品 是存在巨大的隐患的 会造成失明或者毁容等严重的后果 所有的进口的药品 因为经过我们国家的 自家第一个监管之后 要重新的包装 里面一定是有中文的说明的 表面上的盒子也是要有中文的 那么那些所谓的水货 由于在运输的过程中 因为所有的这些药品 我们都需要冷链运输 它运输的过程中 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 因此即使是水货 这是在国外的真货 那么到我们的国家 也可能是完全失效了 或者是药品产生了变性 我们看没有任何营业执照 或者许可证 在美容院 美甲店 甚至居民楼内 吃一张手术台 就能摇身一变 为客人注射填充物 基本不佳训练 这样的现象 已经是屡见不鲜 由微整形引发的医疗事故 也是经常出现 那专业医生提醒 一旦玻尿酸进入到血管内 可能会致人失明 失语甚至偏瘫 而最严重的并发症 还有可能是致人死亡 此外按照我国的 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论是涉嫌非法行医 还是销售假药 都有可能面临着 三到十年有期徒刑 致人死亡者 可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